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温哥华时间1月20日星期五 我是Jinger BC省家庭福利 今日进账生活成本补助 连发三次 从2023年1月20日开始 BC省许多家庭的银行账户 会获得更多补贴 这是BC家庭福利 BC Family Benefit三笔 补助的第一笔 BC家庭福利的增额补助 会在2023年的头三个月发放 为中低收入家庭 以及有18岁以下子女家庭 提供更多补助 从1月到3月 此项补助将可为育有 两个孩子的家庭 提供最高350元的额外补助 财政厅长康洛奇说 BC省约有75%的家庭 将获得BC家庭福利的增额补助 其中 约84%的家庭 将为每个孩子获得每月至少 50元额外补贴 领取资格根据家庭收入 和孩子数量而定 通常情况下 家长如以通过每年申报 所得税 登记领取加拿大儿童福利 Canada Child Benefit 补助金额会自动确定 多数家庭将通过加拿大税务局 直接存款的方式 获得补助金 并同时获得联邦政府的 加拿大儿童福利 康洛奇说 展望未来 我们都会继续为省民和家庭 提供援助 帮助大家渡过难关 自2022年秋季以来 BC省政府已通过 BC负担能力补助 BC家庭福利 返校学习费用补助 BC水电公司 BC Hydro的一次性电费回赠 以及将租金限制在通货膨胀之下 等多项计划 拨款约20亿 帮助省民应对生活成本上涨 3月31日前 BC省业主需完成申报公职税 在BC省内 住房需求较高的地区 拥有住房的业主 即将收到2023年 投机公职税的申报信件 大温地区省首府地区 Ebersford Mission Chillowak Kolona WestKolona Nanamu Lanceville 地区的业主 将于2月底之前 收到投机空职税的申报信件 并需要在2023年3月31日之前 完成申报 财政厅长康洛奇说 仅在大温地区 我们就已看到数千套空职公寓回归 租房市场 虽然有些人希望完全取消投机税 让房产投机者回到房地产市场 但省政府会在明年 把这项征税措施 拓展至更多地区 由于房价飙升 和创纪录的移民人数 政府正在推进重要工作 来帮助人们在BC省安居 投机空置税的设立 就是我们确保民众 能获得急需住房的措施之一 本来比华裔女子怒告麦当劳 盖子没盖盐 导致大面积烫伤 据CBC报道 本周二 加拿大一名华裔女子 向一家麦当劳餐厅发起诉讼 据称 该餐厅的工作人员 将一杯盖子没有盖好的热咖啡 递给该女子 并在其抓稳前松手 导致滚烫的咖啡 撒在了这名华裔女子身上 并造成大面积烧伤 冯女士说 她的左手腕和左大腿因此被烧伤 麦当劳被指控犯有过失 该诉讼称 该餐厅提供的咖啡温度过高 并且没有对冯女士发出咖啡激热的警告 该诉讼表示 该连锁店对员工的培训也并不充分 目前麦当劳公司尚未在法庭上对这一指控做出回应 这并不是第一次 事实上早在30年前 同样也是在麦当劳Drive-Thru 发生过同样的事件 当时烧伤面积达到身体的16% 当事人随后起诉了这家门店 并最终获得了近290万元美金的赔偿 这大约相当于现在的500万美元 这一事件也成为了全国范围内的焦点 提醒华人朋友 外出点餐一定要小心谨慎 且勿让烫伤悲剧重演 烈志文造假窝点 盗取个人信息 一条龙制作枫叶卡 周四 烈志文皇家骑警的警官描述了欺诈 调查人员发现一条伪造身份的生产线 缴获的物品含香叶级打印机 附魔机和印刷机 警方认为这些设备被用来伪造假身份 俗称枫叶卡以及假信用卡 警方认为这些伪造的物品 可以用来避开警察检验 或对公众进行诈骗 这一涉嫌犯罪的潜在损失 可能达到数百万元 美国国土安全局去年向烈志文皇家骑警通报 边境官查获了可疑的假身份 为此12月22日在烈志文一所秘密公寓 执行了搜查令 警方在那里查获了能够假造的设备 和数以千计的空白身份证 多部疑似被盗手机 被盗邮件 现金和一块劳力士手表 被查获的假身份证 是阿尔伯塔省 安大略省和华盛顿州的公寓里 没有找到护照 警方提醒公众 要谨慎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 这种假造工作时 可能导致客户参与有组织犯罪 建议重要的个人信息和过期文件 经过粉碎后再扔掉 观众朋友们 感谢您收看温哥华天空新闻 我是金指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